有这样大的救恩 而且在后面还有永远的永生当中 神他把那个空填满了 受洗之后我的生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我就每个礼拜去教会 而且我特别地爱读圣经 我还把这本圣经一直保留在我身边 那时受洗的时候教会送给我的已经翻破了 它上面有我受洗的那个教会的那个名字啊 什么的纪念啊 日期什么的 当时就大家都很认识我 为什么认识我呢 因为每天我上班呢 就是坐公车上班去 我都会讲到这本身子 我上下班都讲到它 想起一句话我就去翻译一下 就像有汉闻到干雨的人一样 在教会我的服饰主要是讲道 并且做一些教会的管理的工作 我们教会呢 大概有八十多个医生姊妹在这边聚会 年轻人为主 百分之百多都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 从一次是此刻 就在此时此刻 就开始预备我们众弟兄子美的心 谢谢祢恩主 愿荣耀赞美尊贵全民 都一定会堆积在祢的照片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我认询阳弟兄呢 很聪明 而且很志傲的一个年轻人呢 他很颓废 他的胃好像喝酒都喝得快穿孔了 那个时候我就记忆有一个年轻人这样 然后我去跟他们聚会呢 当初我看阳弟兄呢 有时候还是蒙着肚子去聚会 因为他胃痛 然后他受洗后改变 我去跟他们聚会 就看到一个非常爱主 非常追求的一个弟兄 从阳弟兄身上我看到他呢 实在是看到神的恩典在他身上 如果不是的话 现在不晓得是什么样的 有行尸走肉 我不会忘记你了 今天看他们我真的是很百感交集 真的很多年了 已经真的是13年没看到 那时候林长老和林妈妈 他们会经常拿到他们所做的 吃的去每个店去送 有时候他就会坐在店里面跟我聊天 他也不会聊什么太多圣经的东西 他就是说去教会 去教会 就是这样讲 想不到他今天也很做主的事工 很感谢主 他受洗以后很火热啊 很爱主啊 对对 最近要更爱主了 23,50 不然我回家,不然我回家 结婚以后呢,在我的事业的生命中发生了很多事情 主就把很多门关掉了 女性的生意一落千丈 别的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了 后来我到生母来后跟他们学习做生意 过了几年以后都会了 然后神又给另外一种机会 就是原来在这边的一个股东就退休了 我就把这工资完全的接下来 从这家公司在圣伯罗开始成立 直到今天为止 整整13个年头过去了 公司员工现在有120到130之间 自从我接手了这家公司的业务以后呢 神的恩典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我们六年以来的业务 已经比我接手之前的六年以前的 已经成长了整整的400% 神就一步一步的祝福 一步步的祝福 绝对不是说只是事业方面 在灵性上 在教会的服饰上 从我信主1992年一直到现在 我在教会里的服饰 从来没有断过 我在教会里的服饰是我的主业 我在世界上的工作是我的服饰 我在学养的爱 我在教会里的服饰 我在教会里的服饰 下雨中的爱 妈妈 XLibo 在教会里的服饰 A sculptures buna 他上班,我在家做一个全职的主妇 照顾好家庭,照顾好两个孩子 全职妈妈 中文老师,司机 家教,圣经老师 还有保姆 厨师 他们说我是家里的厨师 孩子们想吃什么就要跟妈妈点 虽然在事业上没有什么事 可是我有一个更重要的事业 就是有两个神所赐给我的产业 我要把它们管好 要把它带回到神的面前 这是旧约 今天我们就读到这一段 这一段就是讲到了所罗门盖这些店盖好了 然后他又欠了西罗 推罗王的一些东西他拿成去换 那我们现在看新约 今天我们该看《使徒行传》第四章 主,谢谢你今天赐给我们的圣经的时间 主,你的话语是非常宝贵的 阿们 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读到 也让我们能够遵守你的话语 是 天爱的祷告告诉我们 奉主耶稣基督在上面 阿们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拯救我们 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满足我们 可是当有一天 当这位主,主耶稣基督 住进了我们的心里的时候 一个曾经想自杀的人 一个曾经对生命已经绝望的人 一个曾经对他自己的生活家庭一切都绝望的人 能够蒙神的拯救 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 三年相知相恋 五年分别离苦 有情人终成眷属 这是因着神的怜悯与莫大的恩典 我们才能有今天 你流出保险 你爱的宝贤 你爱的宝贝 牵上自己永追随 或伤心或气馁或胜利或胜利或死别 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 哦 你爱永不变 从今直到永远 深深交换我心田 花天鲜花铅 花天鲜花铁砖 近灿海里丧田 都不能将我与你爱的结 Zither Harp 我深深体会 你爱的宝贵 献上自己永追随 或伤心或气泪 或胜利或死别 连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 你爱永不远 从今直到永远 深深交换我心间 或天雪或地船 尽在海里伞